原来这就是国曼圈的现状 当有的国曼美美的和女主结婚时 有的国曼却删减了亲密戏份 让女主丢了妻子名分 孩子成了名不正言不顺 这一操作直接破了大量粉丝的房子 凭什么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 我们却要小心翼翼 补偿你拿什么补偿 而这时完美又跳出来了 我十号打声打死 要打到这九天十地无人敢成尊 打到这诡异禁区无谁敢冒头 古今未来皆在我一念间 恋爱仅仅只是一部分 可谁知前一秒豪言壮 后一秒却是你马我后宫着火了 看看这45.1万的恐怖转发量 没发生点什么事谁相信 本来完美三女主的粉丝早就互有摩擦 如今战火也依旧没有削减的迹象 特别是随着单女主的传言顶费 三女主的粉丝更加不淡定了 都想争一争那个唯一的位置 只是这么一闹 十号粉丝就发现了不对 你们打你们的 怎么为了给女主加戏 十号的战力貌似要被削弱 一个小小战王都敢站在十号头上拉屎 官方你怎么敢魔改的 给那种小配角加战力加戏 这还是人否 于是就在昨天 十号粉丝发起了大规模反抗 只能说好家伙 原来经常处于平淡的国漫圈 还有战火如此激烈的地方 这么一闹 他不是要变成CP党和男主党的纷争 其实要我说 完美的魔改还属于小打小闹 真正的天花板还得看元龙 你绝对想不到导演为了玩腐 能将原本的一个反派老头变成小鲜肉 并且还和男主互生情愫 为了给没看过动漫的小伙伴们开开眼 阿峰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这个人叫王胜 是动漫的主角 这个人叫强威 对王胜产生感情 这个人叫戴无忌 是老头改过来的天命大反派 如果我不说 你一定想不到 强威和戴无忌其实是同一个人 当你认为导演的改编在第一层时 其实他在大气层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俩没关系 后来又猜测他们是兄妹 可没人想到 最后他们竟是同一个人 这么三下五除二下来 原来主角一直在和男的谈恋爱 只能说 这种超脱炭机生物的改编 实在是遥遥领先 一众发生过魔改的动漫 在元龙面前都是敌 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比烂的 相较于这些党争魔改 争争啥的 其实国漫圈争的最多的 还是国漫巅峰 吞噬星空 表示你们随便打 我好趁机上位第一 刚好罗锋到达火星了 要不要让他帮忙拍张照 不良人表示 等我再次回归 我的不良人大军 将会再次血洗国漫全 你们这些渣渣 都将在大帅面前 俯首称臣 到时候看看 哪个没品的赶狂吠 斗罗大陆表示 我都退休了 飞鸿都经历过了 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反正当初 我已经是一座 无法逾越的大山了 接下来 就让我那后辈 陪你们玩玩 这时玲珑又表示 我只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又不是死了 那不成器的三体败坏名声 可我的优秀 有目共睹 给我转账三百块 等我回来 而就在众位大佬 激烈交锋的时间 韩丽默默退开了 我凡人修仙传 马上就要定档播出了 小样 到时候 看我不轻松拿捏你们 而这时 又有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 我二弟是不是不配